明天的代算就要到了 做一超過十萬人去旗路抗議 要求總理哈欣納落台 希望由中立政府來基盤自由 而且公佩的投票 不過東京出動很多萬的警察去頂押 未就算是M-8做不到衝突 作成一個警察和一個民眾希望 還有百塊的人到胸 今天四個都是出禮到歲M-5 車両的進步聲一直在打 孟加拉立北在下的兩大荒隊董 孟加拉民族主義董和伊斯蘭董 在收到打卡做幾超過十萬名 這次是維抗議 要求總理哈欣納落台 而且在中立正會您投資下 基本自由和公佩的投票 我們有兩次選舉 一是在2014年 另一是在2018年 你知不知道 那是最壞的選舉在歐巴欣納落台 幾年代算不到三個月 兩個政黨在打好民眾 參加市委控制 用各地的市委進行幾天 所以有所報名的關對派金屬 讓董局互留 我們在Posita Mobile 只要在安德爾 設定Posita Mobile 市委者也一直向近方欣索頭和眾人 做些關鍵跟民眾相逢 都有人失望 還有很多人受傷 兩個關對洞也好有民眾 參加2個月全各大8天 空旗警察不立定了 孟加拉總理哈欣納是孟加拉國富 拉荷百萬的中路 是在以2009年 將款後推動經濟行政經濟 GDP超過出比印度 也不過通風減中 政府也怕向一款土裁 清潤金款隔壁堅論自由 暫時關對洞 除了要求哈欣納露台 該貼銷對哈欣納對峙民族主義 黨主席執行的所有操控 和修了軟件破壁的執行 可以出境結果接受得了 更新新聞大致東邊